1949年 铁木之后 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但万现的是 美国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 这连苏联头疼不已 然而 核武器所带来的优势非常短暂 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座小岛上 苏联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 第99 约瑟夫斯大林很快意识到 这是苏联能统治世界的重要筹码 为此 他授权了大量资金 顾及一切代价也要开发这种物质 那么主管巴里索夫在岛上建立了一座 名为卡托加-12的研究所 开创建的研究成果很快令他获得了列宁勋章 自大林去世后 这场绝密计划交接到了赫鲁晓夫社上 为了拿出研究成果 巩固自己的政权 赫鲁晓夫迫切地想要加快实验进度 结果 在他的强压催促下 卡托加实验室爆发了一场实验灾难 这场灾难非常惨烈 无人生还 莫斯科当局为了掩人耳目 永远封进了这座小岛 遭到了强辐射干扰 这非常危险 因为苏联是一个擅长欺诈的国家 当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 他们就隐瞒了不少秘密 并最终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美国 决定派出一支赤鲁部队前去侦查 德岛虽然已经废弃了 但一心能感受到他曾经的繁华 一座巨大的雕像倒戈在水里 只露出一把代表农民阶级的镰刀 同情的队友德弗林是一个老手 这种秘密潜入行动对他来说稀疏平常 Spartan 2-1 Spartan 2-1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总部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 同情的士兵德弗林还活着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和他见面 并设法离开小岛 作为苏联时期废弃的小岛 这里到处都是那个红色邪恶巨人的遗物 瞧瞧这尊斯大林雕像 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大的个人崇拜呢 瞧瞧这些放映机里的短片 又何尝不是一种欺诈呢 西方国家永远生活在水生火热的折磨之中 我们在这座小岛上所做的工作 就是为了同那些敌人战斗 一旧就改变了世界 保护我们免受邪恶国家的催残 为了照顾这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们开发了整座岛屿 这里的基础设施应有尽有 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这里正常的上学 正常的生活 温馨提示 这座小岛名为卡托加十二 卡托加 这个词在沙俄时期是一种监狱刑法制度 囚犯被送去西伯利亚的偏远集中营 强迫从事艰苦的劳动 这座所谓的科研小岛 存在的性质也莫过于此 嗯 有黑素有心的味来 往建筑深处走 只见一地破败 突然 你侦测到了一股在土的巨变打击 大火包围了这里 房子就像被烧掉的玉米一样脆弱 你突然意识到 你穿越了 你穿越到了小岛废弃之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 烈枪鼻的味道 你急得到处乱砖 在危难中 你救下了一个男人 逃亡路上 你看到了一个黑影 你听到了他的呼喊 但木头燃烧时 发出的炸裂声实在太大 你听不清他的说什么 没时间管这个 被火焰困住的可怜人了 节哀顺变吧 一路快跑 终于逃出了火海 你感到有些心处 好像有一股能量 流过身体被释放了出来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你就回来了 刚才的那一切 简直就像是一场幻梦 可当你抬起头时 你呆住了 之前斯大林的雕像 换成了别人 而且这个人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这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 救出的那个男人吗 难道说 我们无意间的一个举动 改变了苏联的历史 不过应该不可能吧 这地方除了雕像不一样 看看跟刚才 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一定是多虑的 往建筑的深处走去 可以发现更多细节 依旧有元素 只有在做的岛屿上才有 苏联为了加快研发禁毒 强迫无数人高强度工作 有些人无意间接触了199 结果出现了恶心 反胃等症状 但可悲的是 他们不敢说 因为会被解雇 苏联不需要累赘 一位科研人员 死在了实验室里 是猝死的 废禽忘食的工作 在这里工作的人 就像经济大小条的工人一样 鱼只断了就甩甩 藏在手套里 要是被工头发现了 是要被立马开除的 不是工作 还是人籍 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最高机密 可不能泄露出去 小岛上的所有往来信件 都要经过苏联安全部的审查 有泄密嫌疑的地方 都会被和谐掉 有些信件到了最后 甚至都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了 此情此景不免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话说有个苏联人 磨到了一份西伯利亚的工作 他知道从那里寄出的信件都会被检查 所以就跟好朋友约好 如果信是用蓝墨水写的 就是真话 如果用红墨水写的 就是假话 一个月后 朋友收到了西伯利亚的来信 是用蓝墨水写的 这里一切都很好 商品期权 食物充足 公寓很大 有暖气供应 还有很多漂亮女孩想和我恋爱 不过 这里弄不到红墨水 小孩在日记里写道 我不理解 为什么吃饭的时候 不能跟朋友坐在一起 一定要在纸钉的桌子上吃饭 而且还不能和别人交换食物 也不能多吃 原因很简单 苏联当局为了测试199对人体的增议 在一些孩子的午餐里 加入了1盎司的199元素 对照实验讲究过控制变量 自然不能让小白鼠们胡乱交换食物啊 经过长期的人体实验 苏联人发现 199对人体简直是大大的好 老人吃了它 返老还童 永保青春 青壮年吃了它 瞬间变成拥有钢铁身体的苏联硬汉 可谓是全达美离间 脚踩全世界 必备良药啊 这座小岛有着非常强药的时间干扰 你甚至能看到很多1955年时的景象 一群小孩子正设法躲避灾难 但瞬间就被浮射能蒸发成了干尸 有些成年人则变成了凶残的怪物 以人肉为食 这些怪物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就算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依旧可以向我们发动攻击 这里所有的不幸 都是1995年发生的神秘灾难 起点爆炸造成的 在那发生后 很多巡逻船都是空着离开的 苏联把人民抛弃了 罚车一反后 我们和德夫林碰了头 远处起点塔的能量直冲天际 他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德夫林有些疑惑 因为他的每次无限电球 就都会被俄罗斯人解惑 而且这座岛上 居然驻扎着一整支精锐部队 这很不寻常 因为按道理来说 这里废弃很久了 苏联也已经解体了 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士兵 俄罗斯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力 回忆的地方还不止于此 不知为何 小岛上布满了武器升级装置 就好像是故意摆在这里 专门给我们使用的 他往路上碰到了一个老同志 他直接搞偷袭 这个男人 就是我们之前在火灾里救出的男人 杰米切夫 现在的他是苏联总统 他质问我们 为什么50年来我们都没有变老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TMD TMD在哪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的 TMD是啥呀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他妈的叫TMD 而且 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不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我们也就算了 态度还这么差 看我们不说 杰米切夫扬言要毙了我们 喂喂喂 是不是太过分了 恩将仇报了啊 危难中 一个神秘人开枪救了我们 神秘人自称凯瑟琳 隶属于一个叫MIR-12的组织 MIR在俄语中的意思是 和平 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向全世界揭露被隐瞒的真相 起初 199项目是由两位科学家领导的 巴里索夫和杰米切夫 巴里索夫死于一场无法解释的实验事故 但杰米切夫还活着 在他的领导下 苏联发明了199炸弹 直接把美国炸出了一个窟窿 现在 苏联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 这不是真相 这是被篡改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是 杰米切夫死于一场火灾 巴里索夫死于一场无法解释的实验事故 两位专家的死 导致研究停滞 不久之后 岛上发生了一起起点爆炸 随后 小岛飞起 苏联解体 MIR组织里有一本预言日记 日记里称 有一个男人会出现并引导人们修正历史 那个男人叫科伦 也就是我们的主角 日记里还记录了一个隐秘的实验室 那里有可以修正时间线的东西 原着提示一路摸索 在一处废弃的矿洞里 我们找到了那间实验室 原来 所谓的TMD 是一种时间状态控制装置 只要物体注入了199元素 TMD就可以随意改变物体的时间状态 在远处洞穴里 我们拿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便写是TMD 我们下期见 有了这玩意儿 我们就可以随意改变周围物体的时间状态了 而且 这玩意儿的厉害之处还不止于此 它可以创造一个时间立场 禁止范围内的所有物体 还可以随意释放199辐射 将士兵变成怪物 让他们自相残杀 时间势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大字 找到巴黎索夫 因为他是唯一知道如何还原历史的人 不是 无论是第一条时间线还是第二条时间线 巴黎索夫都死了呀 哪里去找啊 而且按照第二条时间线来看 这个地下实验室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巴黎索夫不可能还活着 难道是有谁又改变了历史吗 很快你意识到 我们就是改变历史的人 小岛上有很多时间裂缝 它们都是起点爆炸式形成的 只要使用TMD 我们就可以撕开一刀口子 穿越时空 回到1955年 1955年的地板上有很多脚印 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 顺着这些脚印 我们找到了巴黎索夫 此刻的他正在和解密切夫争执 巴黎索夫想用TMD种植玉米 注入199元素的玉米 三天就可以成熟 拥有了这项玉米种植技术 赫鲁晓夫也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而解密切夫则想用199做人体实验 妄图通过这种物质征服世界 在他看来 巴黎索夫是目光短浅的苏联叛徒 就应该去死 所谓的未知实验事故 就是个谎言 巴黎索夫真正的死因 是被解密切夫谋杀的 看着我们的美军制服和还没研制出来的便携式TMD 巴黎索夫很快意识到 一定是未来发生的什么事 我们是来改写那段历史的 随后 他给了我们一把199科技枪 这把枪简直无敌 他的每颗子弹都塞入了足量的199元素 扣下扳机 那射出的亚根就不是子弹 而是一颗核弹 而且更离谱的是 子弹的弹道是可以实时控制的 如果你乐意的话 你甚至可以让子弹旋转360度 一路狂杀 成功逃出危机 这就是我们的带去打的 不要紧心 我会找到安全的那历史 而且认为我们会再次认识 用了TMD来感动 这屏幕的连续 它会带你回到你的时间 既然我们两个幸福 准备 Captain Lenko 我少许不认为 我等到50年后再看你再次 但你还只有几秒钟 它是几秒钟 我们的一瞬间 确实他的半个人生 哇 我的天哪 他真的太温柔了 因为没有拿到巴里索夫的研究笔记 杰米切夫的TMD实验非常失败 人生的移动了一核 我会录影视频 我远过来 我猜我会出发 在核6的核6 似乎是关系的 接近一核6的核6 我现在走出了 有点嘴巴的感觉 甚至通过这一核6 我不是太感觉到什么视觉 外来的普通 而且你会看到 没有充满 原来杰米切夫没死 他正在寻找我们 哦 我懂了 怪不得杰米切夫 见到我们的时候 态度那么恶劣 还发了疯似的问我们要TMD 原来如此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 是改变后的历史 在高塔上 我们遇到了巴里索夫 口中那个和我们都认识的人 凯测林 奇怪 他怎么知道我们认识凯测林 真是神奇 观察高塔 我们可以知晓一些细节 比如我们之前在路边 看到的那些升级武器的设备 都是巴里索夫留下的 因为他知道 2021年会出现一个人拯救这一切 为了躲避杰米切夫 他会去废弃的矿洞里做实验 因为矿物残渣释放出来的辐射 可以掩盖TMD的高能量辐射 还有便携式TMD 一开始的实验方向不是这个 便携式TMD是改变历史后得到的结果 这是时间规则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 就是它改变后的样子 巴里索夫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救下了原本应该死于大火的杰米切夫 导致他利用起点制造了199炸弹 征服了世界 时间线被改变了 但它可以被纠正 那个起点就是关键 只要返回过去 摧毁起点 199炸弹就不会被发明 历史将会自我修正 唯一能摧毁起点的东西 是具有相同威力的东西 也就是199炸弹 当年起点发生爆炸的时候 码头的一艘货船上正好有一颗199炸弹 不出意外的话 它应该就在海底下躺着 在前往全传点的路上 你看到了很多风化模糊的文字 这些都是过去留下的 使用TMD将它回归最初的样子 上面写的是 MIR-12是错的 别跟着巴里索夫 它会保护你 前半句被划掉了 别相信巴里索夫 巴里索夫是错的 停下 你再毁灭这一切 啊 这些文字是谁留下来的 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这内人摸不到头脑 岛江的变弹生物相当难缠 有巨大化的人员类生物 被辐射感染的截肢类昆虫 还有被相位空间封锁的辐射人 它们能在不同的相位内移动 这导致它明明在这里 但它又不在这里 属于是薛定谔的怪物了 在一段录音里 一位长官很惭愧 自己刚刚派了一个士兵去击退怪物 那就是白白送命 多死一局毫无意义 因为那些怪物都是瞎子 只要不发出声音就不会有事 如果能早知道这一切 那个士兵就不会死了 在前进路上 巴里索夫突然跑了过来 他告诉我们 杰米切夫突起了塔楼 使凯瑟琳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自己才逃了出来 你可一定要救救凯瑟琳啊 火的救世主 救 那必须救啊 你刚想出发 就犹豫了 因为你看到了一行文字 不要相信他 他 什么他 凯瑟琳 你很疑惑 这些文字似乎在向你阐述一个谎言 嗯 看样子留下文字的人 一定知道些什么 浅浅相信一下吧 你刚确定好自己的想法 就立马又被推翻了 别相信我 哦好家伙 什么精神分裂患者啊 凯瑟琳被绑架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一出被反复演习的表演 在引诱我们前往什么地方 这边的文字不停暗示 不要相信那个女孩 当你撞开门那一刻 杰米切夫正好与你错过 该不该相信凯瑟琳呢 我选择相信他 救出凯瑟琳后 齐天塔发生了爆炸 我们回到了1955年 但几分钟后 1955年的齐天塔爆炸 又把我们送回到2010年 好家伙玩呢 还好没发生什么事 要是再出发一次时空蝴蝶效应 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乱作一团了 波伦已经沉没很久了 下海打捞199炸弹难度巨大 但还好 这艘货船在建造时注入了199元素 只要使用TMD 就能让它恢复成1995年式的样子 TMD的原理是调整物体的时间立场 物体越大 这个立场就越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退移 船体内部会逐渐腐朽 并最终变回刚开始的样子 我们得抓紧时间 在这艘货船没有沉没之前逃出这里 这艘货船上有不少1955年时的东西 比如这个巨大的猎宁雕像 杰米切夫统治世界后 认为苏联应该抛弃过往的记忆 而他就是新苏联的缔造者 他已经迫普及待地 把自己的头安在猎宁的身体上了 学校一番后 终于找到了199炸弹 并在轮船腐朽前的最后一刻逃了出来 是 你说的对 不能让凯瑟琳白死 走 必须把七天炸来 让历史回归正轨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离七天塔越近 时间干扰就越频繁 老花的石头恢复原状 巴里索夫也变年轻了 一切突然回到了1955年时的样子 你看到了那些文字 他们的态度比之前更加坚定 我们已经试过了 我求你了 停下 跟迷迷远一样 我还就搞不懂在说什么东西 真是无语 赶紧把七天摧毁了 让这一切闹剧结束吧 停下了 蠢 промам的 chapter down memory lane captain 你有 problem rov音乐 Souls 把所有出来的努力标 全都给甩死很多 当我让他做到 它 快 amplify 连停吗 pocz Мне TMD 不要 Branco 我們 anything漏取,但我們可以解決 我們還是可以截火 只有lishing numbered幅情這一上 而且你是 啊 只有一些村民 一些都有記入的記憶 那都是這樣 這個寅常運的問題是不是 不是問題嗎 你回到時間後 去救了Damechef 從被殺在燒焦燒的建築 記得嗎 他就是你改變 他就是你改變的 你不能讓Damechef活 你不能讓Damechef活 你已經嘗試了 你已經嘗試了 而且失敗了 你還記不記得 誰還在那裡 Damec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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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扣动扳机 所以导致了游戏里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 一切回归如初 回到了行动开始前 你看着德芙琳 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 时间线更正了 可突然 德芙琳称呼了女神 达瓦里斯 你惊恐地转过头 发现直升机上的图标变成镰刀锤子 而之前那尊雕像 也变成了巴里索夫的样子 他的手上戴着TMD 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改写的 我操原来如此 恍然大悟 历史是由胜利者改写的 是改写 不是书写 那么多时间线 哪一个才是历史最开始的样子 这不重要 最后的胜利者 有权决定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 杰米歇夫如此执着于TMD的原因 因为只要得到了TMD 别人就没法破坏时间线 那么 此时此刻 就是历史该有的样子 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些字 那些脚印 其实都是主角留下的 主角一直在尝试修复时间 但无论怎么修复 最后都指向了一个结果 Bad 我们的旅程 也只是众多尝试中的一次 墙上的那些文字 比如不要相信巴里索夫 也不是1955年留下的 而是未来的主角 留给过去的自己的 他希望过去的自己 可以迷途知返 不要听巴里索夫 结局二 杀死巴里索夫 和杰米切夫为伍 主角利用TMD和起点 将岛上的变异生物 训练成了不可阻挡的战争机器 并以此统治世界 数百万人被迫从事奴隶劳动 包括所谓的MIR-12组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主角的势力逐渐扩大 杰米切夫意识到 这是一个隐患 他的地位被撼动了 于是 杰米切夫在前美国 开展了神秘的武器研究 冲突不可避免 世界又一次陷入了 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中 结局三 由于两位主要科研人员的去世 199和卡图加的故事也随之消失 主角也消失了 在未来成为了一个传说 很多人认为它压根就不存在 杰米切夫总统的死 导致苏维埃帝国快速衰败 很快就因派系多权而分裂 随后内战爆发 无数人死去 新兴组织MIR-12迅速崛起 以自由民主为口号 拉拢了不少民心 几年后 起点发生了一次爆炸 把中国和日本直接全部都炸没了 无数变种人逃向内陆 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与此同时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一位新总统正在快速领导美国决息 他的身份至今是个谜 有人说 他能释放难以置信的力量 就像有着能控制世间一切的上帝之手一般 通关游戏 说实话 这里的时间悖论直接给我整猪脑过载了 还记得1955年的那次起点爆炸吧 为什么会爆炸 因为主角穿越回1955年 引爆了199炸弹 导致了起点爆炸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 就是它改变后的样子 在游戏通关后 有一段C集 凯瑟琳其实没死 他随着船的时间力场一起回到了1955年 随后他利用杰米切夫夺权期间工作人员的混乱 写下了那本预言日记 这本日记会引导他 让他在55年后的2010年再次与主角见面 展开一场错误的时间修正计划 这也是为什么 主角会在墙上写 不要相信他的原因 如果跟着他走 那么历史就会陷入一个固定的闭环内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 就是它改变后的样子 在时间的涡流中 寻找早已面目全非的真相 颇有些宿命论式的悲剧感 游戏为了圆这个穿越设定 甚至把整个故事都设定成了回忆之旅 战胜过去拯救未来停止起点 拜托 这游戏时间悖论真的很酷好吗 好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给点赞投币关注一下吧 点赞过5万 周更生化疾病 好吧开玩笑的 单纯的想骗个赞 点赞没过5万也周更 这里是游戏区画不主 三三不姗姗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